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 好的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三國之霸道的遊戲好不好 那李白還是以無課金玩家的身份來玩這個遊戲啦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洗活動的資源消費支援 這個怎麼那麼難念啦 資源消費支援舉辦的是從9月14號11點59分截止 那他的這一個活動呢 那就是消耗資源獲得豪華獎勵 銅錢不在PT範圍內 那獲得PT呢 那這要怎麼來 這要怎麼來 就是你發的一個資源 不管是你的那個糧食木材還有石頭跟鐵礦 那就是消 就是把它給消耗掉 你就可以拿到那個PT的獎勵 好不好PT的獎勵 那我現在是85萬了齁 那他最高呢是到1200萬 1200萬 那你可以拿到巡域 有沒有巡域 這個巡域也是不錯的 他是工兵啦 但是 但是他有一個戰法是反艦技 賦予目標自槍強殺 哇這是混亂喔 那王佐 身為巨匠或輔助時 部隊智力加4% 那最高可以加到30% 那監督 就是任命倉庫使的效果會增加15% 最高是75% 巡域啦齁 你可以拿到巡域喔 那李白呢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你要怎麼洗這個戰功 怎麼洗這個PT啦好不好 消耗的PT 最快的方法就是你 直接把隊伍去 你可以集中一個在 石頭 好了我來集中到石頭好了 就是你把你的部隊呢 集中在某一個 集中在某一個那個 某一個那個採集的那個 採集場裡面 那我這裡是設定在 V的底部 一個 石頭 石頭的 V怎麼那麼小啊 那我們就再找鐵礦了好不好 為什麼會用石頭的原因呢 就是在跟大家說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怎麼洗 但是我的那個採集是真的有夠少 又跑又遠了耶 好的我們就是採集石 採集同一個 同一種 我們的集中在同一種 同一種的那個 採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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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一個地方 那李白是集中在 集中在 集中在採石採 然後因為採石採 剛剛一直找不到旅遊 所以我就問你 應該是採礦場 那你假設採集呢 你可以花這一段時間 你一直在採集 一直在採集 採集完之後呢 最快的方式 就是從軍團的任務捐贈 捐贈這個地方 你不只可以增加你的軍團PT 然後你也可以增加活動PT 那你可以最快的方式 但是它空前不算嘛 你可以用最快的方式去消耗掉你的那個 冰涼木材 石材 跟那個鐵礦 那我先使一個 為什麼要使石頭 就是因為石頭的獲得軍隊 那個軍團的PT是兩倍 所以你可以增加你的兩倍軍團PT 也可以增加消耗的PT 那我先捐一個十萬 十萬 這樣軍團PT可以增加兩倍 然後 捐下去 那你消耗支援的PT可以增加十萬 那我們再捐一下 那當然 這個你要有很多足夠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增加你的那個 那我們 但是在你 當然你內政 內政也需要這四個支援 但是你 在你那個 能力範圍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去 為什麼我們要集中去 去那個採集場的原因 就這裡 你可以集中在某一個石材 或者鐵礦 或者木材 或者冰流 集中在某一個地方 然後你就一起把它捐勝掉 然後再去採 你每天就是採集場集合 然後再去 收回來的那一些 那個石頭 石材或是鐵礦 資源呢 就把它拿去捐掉 那你就可以獲得 軍隊的PT 也可以獲得你的消耗支援的PT 這就是我最快洗戰功的方式 洗那個資源的PT的方式 那我剛剛85萬嘛 那我們再捐兩次 那我可以得到了軍隊 軍團跟那個資源的PT 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活動內容 那你還可以洗千里 你還可以洗千里 那資源 資源消耗呢 我這樣變成 105萬了 那我就拿到了PT100萬的這個地方 好 是還蠻快的啦 但是你要花時間去 因為你要 你要最快最最快速的洗戰功方式 就是你要去 你要去那個 採集場 全部的部隊去採集場 採集同一種的資源 然後資源採集完之後 到9月14號前就這樣做 然後你集中在某一個資源裡面 然後再一起捐贈給軍團 你就可以一直 你最高可以拿到一百多萬兩百多萬 它沒有上限喔 它沒有上限喔 所以你就把它捐掉 一百多萬兩百多萬 你就很快可以達到一千 一千多萬了 那你很快就可以達到一千兩百萬了 好的那這個就是李白呢 對那個 這一次 最新的活動 支援消費的活動呢 來跟大家說明 好不好 希望大家趕快拿到那個巡域啊 好的 那這裡是李白無科技頻道 我是李白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喔 掰掰 好嗎 好嗎